走在中国 原来最美的旅行地就在我们身旁 我是洪杨 欢迎收听走遍中国 下面请您继续收听香平的黄河游记 进入近闪大峡谷的第二天 我们绕过湖口直击龙门 这次不能和黄河十年星团队 一堵湖口瀑布的风采 有些遗憾 但毕竟几年前我曾去过 它已经峻刻在我的记忆里 早上离开旅梁 沿途所见 世荣老旧 交通拥挤 一路堵车 途经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更是雾露露严重 乌烟瘴气 我们从山西境内 途经孝义市 介修市 临时县 霍州市 在洪洞县一家饺子馆进午餐 下午继续赶路 过临坟市 猴马县 傍晚拐入河津市 到达羽门口 即龙门 河津 古代称为 江州龙门 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 于陕西省 寒城市 隔着黄河相望 河津 为风河 汇入黄河处 因地处冰河要口 为黄河要津 自古以来 这里便是秦进要冲 兵家的必争之地 龙门 为黄河进陕大峡谷的 南端出口 西岸为陕西寒城 东岸为山西河津 此处的两山臂立 如同刀屁腐凿 以龙门为界 上游黄河 被约束在高山峡谷之间 越靠近龙门 河床越窄 到羽门口的时候 最窄处 仅仅38米 之前 奔腾的黄河 尽管横冲直撞 桀骜不驯 却被静静地高山峡谷 挤压在河床中 一直到峡谷尽头的龙门口时 突然转了一个大大的弯 在更为狭窄的峡谷口中 激荡喧嚣 雷挺万军之后 从上游飞奔而出 跳出龙门 古人又赞叹道 龙门三激浪 平地一声雷 可见 黄河的狂淘巨浪 在这里声势浩打 由于河床陡然变宽 由不足四十米 猛增到上千米宽 奔腾咆哮的河水 立即一泻千里 随之平静下来 缓缓流动 弥漫浩游 开阔壮观 这里就是自古流传的 鲤鱼月龙门的地方 传说中 每年三月冰雪融化的时候 鲤鱼逆水游到这里 便只能止步 再也不能前行了 小小的鲤鱼 要鼓起勇气 竞相跳跃 才能跃身龙门 一步登天 据说一年之中 能跃上龙门的 只有七十二位 一登龙门 立即化为真龙 云雨随之 天火烧其尾 登不上者 点额报塞 只能继继继续做普通的礼遇 我们从山西一路驶来 卡车穿梭 尘土飞扬 漫天雾霾 在雨门口黄河畔下了车 滚滚的梅尘让人不自觉地用手掩住口鼻 踏着梅尘信不走上几步之外的黄河公路桥上的人行道 咫尺之遥 可以看到并排横跨在雨门上连接勤进两省的三道桥 铁锁桥 公路桥和铁路桥 这些大铁桥雄伟刚进 大桥的铁本色和桥头的五星红旗 展示其年代的久远 它们诞生于共和国建国之初的25年间 作为建国县里的铁锁桥 正式结束了黄河龙门口牧传百度的历史使命 到1975年 又相继建成了现代化的柔性钢旋锁公路桥和钢形木铁路桥 从此三桥并列横跨黄河 沟通了勤进两省 如三道凌空彩虹 增添了龙门的不凡气势 形成了世界少有的桥梁奇观 半个多世纪中 为国家建设发挥了难以顾量的作用 而今就在百米之遥 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大桥 侯宇高速桥贯穿黄河两岸 连接山西和陕西 这座巴塔斜拉桥 目前是黄河上跨境最大的斜拉桥 全长4.6公里 在2006年建成通车 自有我们就熟知的 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这里就是雨凿龙门的发生地 所以就叫雨门口 黄河大桥岸边建有雨王庙 相传是汉代创建 重修于唐 元 明 清 而今残留的雨王庙 立于铁桥东岸桥头 对着的半山腰上 仅剩一个亭子和一块碑石 不满尘埃 老旧而不起眼 我们同队的诗人艾若 惋惜地说 这实在是犹如大禹的帝王尊严 这里靠近雨门口公园 河边既为旅游景点 餐馆九四商铺遍地开花 从黄河公路桥下来 我们只环绕着看了看周边的景观 就匆匆上车离去 原本以为 我们该沿着黄河顺流而下 继续赶路 却想不到 司机侯哥 带我们沿着黄河边狭窄 而曲折的公路 逆流北上 刚刚来时赶路 走的是高速公路 而且并不紧邻黄河峡谷 眼下这条路 一侧为几十米的悬崖下的咆哮黄河 另一侧为直立的崖壁 道路之窄 迫使我们的车速降至每小时 二三十公里 每当遇到两车交汇 都不得不减速或暂停礼让 风景奇妙处 猴哥见前后无车 暂时停车一分钟 让大家观赏拍照 我们的摄影师老赵 借机下车拍几张好照片 却一脚险些跨出悬崖 落入崖下的滔滔黄河 吓得大伙一声尖叫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洪阳 欢迎订阅洪阳之声其他专辑 并且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